一个人,让你产生这几种感觉,那是老天在暗示你远离他。 有些时候,我们要相信自己的直觉,那些让我们感到不舒服的人,往往是对我们不好的人,或者是心怀恶意的人,只有极少部分是给我们提一件忠言逆耳的好人。 不过这个数量不多,可以忽略不计,现实里,如果有人给你带来了几种感觉,那是老天在暗示你,尽快远离他,读国学经典,五人生智慧,欢迎订阅大道无形。 油腔滑掉的人,现实里,如果一个人让你感觉很油腻,一说话就很油滑,那么毫无疑问,这种人应该远离,因为呢,他喜欢钻研人情世故,是个老游子。 这类人,做人比较有诚服,心思弯弯绕绕,这套说话腔调,就是他的特色之一,你跟这种人交往,要么耳濡目染,要么被他算计,还可能乱了你的心性,对你不好。 举个例子,我之前接触过一个后辈,就是如此,年纪轻轻的,就开始油腔滑掉,做人不真诚,让人心烦,所以,我立刻找借口跑掉了。 不爱跟这种人打交道,现实里,如果你是个诚服不深的人,最好少跟这类人接触,因为他们经验丰富,很容易给你使绊子,让你难受,以你的单纯,是很难防备他们的。 最后只能吃闷亏,情绪多变的人,现实里,总有那么几个人,是会情绪冲动的人,他们遇到事情,往往变成一团乱麻,会胡乱发脾气,发泄自己,而且,他们阴晴不定,总是难以捉摸他们的心情,这类人呢,最好要远离。 举个例子,我朋友圈有个熟人,就是如此,为人十分冲动,感觉打交道的大部分时间里,都在生气悲伤的。 后来我有意识,拉远了跟他的距离,没啥原因,就是不想替他的坏情绪买单。 调节情绪是他自己的责任,关我什么事,现实里,人的情绪是会传染的,跟一个情绪总是很糟的人在一起,你的情绪也会很糟, 你还得经常应对他的不成熟,不理智,十分费劲,所以,远离这种人,是十分明智的,无法沟通的人,人和人之间的相处,沟通是第一要紧的, 无论是情侣,还是同事,都需要好的沟通,你能听懂他的意思,他也能理解你的想法。 倘若一个人,总是没法沟通,固执己见,那就证明他是个无法沟通的人。 这类人呢,话不头羁斑巨多,举个例子。 我刚工作那段时间,为了锻炼自己的说话技能,会经常性的主动搭话,谁知道,一搭话才发现,有很多人感兴趣的事情,跟我完全不同。 而且有的人,观念早就根深蒂固了,是无法轻易撼动的,这类人,就没有沟通的价值跟必要,突然感觉不认识对方。 现实里,我们总能从别人身上,看到很多人性的部分,甚至有些时候,能看到对方的隐藏属性,让我们觉得,他还有这样一面,这很正常。 这是原则我们,对他们的了解,逐渐加深,但是,如果有时候,一个人突然表现出你不认识的一面,且让你很不舒服,可能是他的隐藏属性爆发了。 这个人,可能之前一直在隐藏自己,你要重新考虑,他这个人是否真诚,是否值得交往。 比如说,有些人在恋爱里,发现恋人一直都是温柔对待自己,很是欢喜,但是谈婚论嫁的时候,对方露出一些嘴脸,让人震惊,无论是态度,还是做法,都很震惊自己。 那就说明,他之前可能是在隐藏自己,你需要重新考虑跟他的关系。 如果你身边的人,出现这种情况,说明的诚服很深,你需要远离这种人,防止被他暗算,感觉到被辜负。 被算计,现实里,如果你的朋友,甚至爱人家人,让你感觉到自己被辜负了,被算计了,那我劝你,正是这个问题,不要拖泥带水,更不要因为你们的关系,迟时下不了决断,要知道,有一就有二,下次还会重演的。 你能接受吗?举个例子,比如,你被自己的朋友算计了,发现他坑了你,坑了你的钱,还毫无愧疾,那就说明,这人人心坏了,不能继续来往。 你要么跟他撕破脸,要么直接冷处理,不再联络。 如果,我们总会在某些时刻,识破别人的心机算计,要知道,有心机的人在厉害,也不可能任何时候,都滴水不漏,总会让你看透的时候,这时候,你识别出来了,就要及时远离,现实里。 如果一个人内心包容,能接受其他想法,你跟他交朋友,都可以。 但是,如果一个人很难包容不同的想法,那就没必要打交道了,你沟通起来,会很难的,所以,你感到说不通的人,就别大理了,免得浪费时间,感觉心烦,压抑,被控制。 但是,现实里,不是每段关系,每个朋友家人,都会让你感到愉悦。 如果你经常在某段关系里,感到心烦,压抑,被控制,那你在这段关系中,就是在损耗自己的,时间长了,自然是身心有损。 举个例子,我之前的一个朋友,就是整天说他家里的破事,重复860遍,听得我心烦,还经常喜欢干预我的私事,来显摆他的控制欲。 于是我跟他撕破脸,让他自己一点玩具,现实里,如果你的感觉告诉你,某段关系让你很不舒服,请相信自己的感觉,不要再找借口,让他的做法变成合理化,内智会进一步伤害你。 相信你的感觉,这最直接,也很准确,让你产生害怕的感觉,现实里,有的人靠近你之后,你会感觉到莫名其妙的害怕,比如他的言谈举止,让你害怕,或者是他的经历,让你害怕。 那么,你就应该重视这种感觉,即使跟他保持距离,最好一点交集都没有,你的感觉已经显示出,他不适合你。 比如说,你知道的某个熟人,过去的经历一言难尽,有各种出格的事情出现,那么,你就应该尽早拉开距离,避免给自己惹来麻烦,或者说,有的人说话,压迫感非常强,让你很不舒服,你也应该远离。 要知道,人的本性,是很难改变的,他很可能,还会继续这样,做出让你受到伤害的事情。 现实里,那种气场上让你害怕,脾气让你害怕,或者经历不单纯的人,你都应该远离,你的感觉也许是对的,它可能对你来说,就是很危险的,让你觉得,想法行为不切合实际。 现实里,如果你的生活里,遇到一个熟人朋友,很不切合实际,他跟真实的生活,有相当大的距离,考虑问题还很幼稚,那么,你应该跟他保持距离,否则,你可能,要被迫承担他的生活责任。 比如说前,比如说,有的人身体健康,但一直没有工作,都是靠家里人阶级生活,那么他考虑问题,就很不符合实际,可能情绪问题,也会比较重。 你跟他深交,可能还要承担他的生活,很麻烦,现实里,不要跟太懦弱,太不切合实际的人来往,你跟他沟通不了,还可能被迫承担他的生活负担,会压力很大,逼着你承担,不属于你的责任。 现实里,如果有人,逼着你承担不属于你的责任,那你,一定要及时撇清跟他的关系,否则,你会非常累,这类人,做人的边界感非常差,很喜欢干涉别人,而且,很喜欢甩锅,把自己的责任,甩到你头上,你跟他们来往,是十足的倒霉蛋。 比如说,家里某个亲戚,逼着你帮忙支付账单,说实话,这钱是他花的,又不是你花的,凭什么让你承担,还有的亲戚熟人,逼着你借钱,帮忙,如果不干,就使劲辱骂你。 这也都太过分了,遇到这种属性的人,要及时撇开关系,不要舍不得,人活着,要先顾好自己,然后是家人朋友,有余力了,再考虑他人,而不是本末倒置。 一开始就无私奉献给别人,那只会让自己,承受很多委屈,你说对吗?让你觉得不被尊重,在这个社会,一个人对你的态度,言行举止,就能够体现出来。 当你感觉到不被尊重,别怀疑,那就是,对方没把你放在眼里,不尊重你的人,百分之百都是瞧不起你的人,并不是他是个直性子,而是从心底深处不在乎你。 当一个人不尊重你的时候,收起你的大方,不要去沟通,不要去交流,也不要去愤怒和难过,你只需无视远离,一个人可以做到不尊重你,就足以说明你,对他来说并不重要。 对于不把你放在心上的人,你也没必要委屈自己,这种不尊重,只会让你怀疑自己,让你受到伤害,甚至觉得自己没有价值,为此。 就要远离这样的人,保护自己的身心健康,让你觉得不真诚,心理学上有一个冷知识,就是,一旦你感觉到这个人不真诚,对你有所隐瞒,那你就可以停止付出合适好了,一定不要舍不得,放不下。 当你感觉到对方不真诚,最好的方式就是远离,不然相处得越久你,越容易怀疑自己,只有相信自己的直觉,才是保护自己最大的方式。 有些是不用试探,感觉不对劲,就是不对劲,直觉是前兆,细节是答案。 每一个不真诚的人,永远烂在新鲜感循环的距泥潭里,感觉这个东西是很准的,一旦你觉察到有问题,那就是事实,别为对方找借口,所有健康的关系,都应该建立在坦诚的基础之上,不断给你带来负面情绪。 有些人,总是能让你感到情绪低落,每次和他们接触后,你都会觉得心情沉重,甚至对生活失去信心,这种人往往充满负能量,喜欢抱怨生活中的各种不如意,无法看到任何积极的一面,和他们在一起,你会不由自主地被他们的消极情绪所影响,甚至开始怀疑自己的能力和未来,一个总是带给你负面情绪的人。 不仅会影响你的心情,还会对你的健康产生不利影响,长期处于这种情绪中,容易导致压力过大,进而引发各种健康问题,老天爷在用这种方式提醒你,这个人正在消耗你的生命力,你需要尽快远离他,才能找回自己的平静和幸福。 人生路上,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,唯有懂得你,信任你,支持你的人,才是真正的知己,遇到只会伤害你的人,那就是老天在警示,赶紧远离他。 当你有这几种感觉时,千万不要怀疑自己,赶紧跑,别被不值得的人,消耗你的人生,让自己陷入痛苦当中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